進行神學教育和港道 很多地區的華人都認識莊牧師 我們很感恩今天他來和我們分享 他自己對於普世宣教的回顧 挑戰和回應 我們就把這個時間交給莊牧師 莊牧師講的時候 我們也很榮幸請了胡傑芳之媒 非常之有為的才女 是一個非常之有能力的翻譯員 很感恩 我們兩次 第一次又請他 今次又請到他 非常之感恩 我們請兩位來分享和翻譯 多謝 謝謝 不好意思 我不會廣東話 我太太是廣東人 她教我講廣東話 第一句話就把我難倒了 上面蒸松糕下面賣兩份 什麼上面蒸松糕下面賣兩份 我練了半天練不出來 我讀了半天都不知道搞什麼 練出來我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讀到都發音到 發音到之後都不明白 寫給我看 寫完我在猜 我想想想 是什麼點心 是什麼點心來的呢 有松膏 松膏 有涼粉 我說到底是什麼 究竟是什麼意思 他說在罵你神經病 他說是罵你的神經病 為什麼 你上面怎麼穿當jacket 下面要穿短褲 上面穿羽絨 穿短褲 從此以後 你用廣東話罵我 我都聽不懂 從此以後 用廣東話罵我 我都聽不懂 因為太文雅了 因為太文雅了 你說我的好的我都聽到了 但是好的我都聽得懂 所以我的廣東話就聽到這個水平 所以我的廣東話就停留在這個水平了 OK 今天要談宣教 今天我們講宣教 三本書加起來一千頁 三本書加起來一千頁 我要四十分鐘再翻譯講完 我們四十分鐘加上翻譯就講完了 這叫做mission impossible 這叫做mission impossible 何況我老婆說我講話好重慮 和我老婆說我講話很長氣 你不懂廣東話 意思就是說講話 那個氣很長 人家講好長好長的 是呀很詳細很詳細的 所以我只能很簡單地講 所以我只能很簡單地講 不過我已經答應胡姐妹 我今天不會講唐詩三百首 隨口就贏了一首詩 他就覺得怎麼辦呢 是啊如果他隨便講幾句唐詩 我就啞了在那裡了 不過因為下一張 下一張呢 宣教學本身就是一個中和性的學科 基本上有三個主要的支流 一個是歷史的 一個是神學的 一個是神學的 另外一個是以文化能力學為主的 所謂的社會學科 另一個是以人類社會學為主的 這個社會學科 所以如果你看一本的那種宣教學 叫一本書的話 所以看一本宣教學一本書的話 通讀很厚 通讀很厚 然後就包含了這三個方面 而它就包含了這三個方面 所以我就決定把它拆成三本 所以就決定把它分開三本書 那一本書比較容易寫 又比較容易寫 那要教課也比較容易 教學也比較容易 那今天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把三個合起來講 不過今天就將三合一來講 所以我提到的是 包括我們的回顧那句歷史 那包括回顧歷史 那聽到宣教都挑戰與回應的話 還有你說到宣教的天字不是回應的話 那有些是聽到文化問題 有些是牽涉到老文化的東西 那有一些就牽涉到宣教神學的問題 有些是牽涉到宣教神學的問題 文化的東西 好 所以我就講兩個所謂的宣教上有名的事件 所以我要講兩件在宣教學上面有名的事件 那這個歷史的事件 對我們今天21世紀有什麼影響 那這兩件事件對我們今年21世紀的人 有些什麼影響呢 那第一個事件是在始祖行轉記載的 第一個事件是在始祖行轉時代 下一張 下一張呢 就是關於五旬節 是關於五旬節的 我稱為普世宣教的初雷 打一個雷 我稱之為普世宣教的初雷 即是下一頁 下一頁 那五旬節那一天 一共有三千人受洗 那五旬節那一共有三千人受洗 可是你知道這三千人從哪裡來的 你知道嗎 那三千人從哪裡來的呢 當然有當地本地人 當然有本地人 但是更多的是各地方來的 但是更多是從各個地方來的 那這個三千人受洗 有多少是外來來朝聖的人 那這三千人裏面 有多少是外來朝聖的人呢 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他沒有寫 沒有寫帝 但是你記得五旬節的時候 但是你記得五旬節的時候 那些聚集人 那些門徒說出各國的話來 具體來說 那些門徒說到其他民族的方言 你可以想像五旬節的時候 那些人講各國的話的時候 你可以想想一下 在五旬節的時候 每個門徒都找到講各種的方言的時候 聽眾是誰 聽眾是誰 一定是聽得懂各國的話的人 一定是聽得懂各國的話的人 那信主的人呢 那信主的人呢 一定有相當比例 就是各國回來的猶太人 一定有相當的比例 是各國回歸的猶太人 所以這三千人恐怕有一千或兩千 都不一定是各國回來的猶太人 所以這三千人有一千或兩千 都未必是各國回來的猶太人 他們本來住在各國 他本身是住在其他國家的 這叫做山聚之地 這叫做山聚之地 希臘文叫做Diaspora 希臘文叫Diaspora 我們中國人叫僑居地 我們中國人叫僑居地 這些人回來了 這些人回來了 五雄爵朝聖 來到五重至高朝聖 中間有些人信主了 有些人當中信主了 信主以後呢 那信主之後又怎樣呢 他們是回去自己住的地方呢 還是留在耶路撒冷 他們是回去自己原居地 還是在黎撒冷的留下呢 可能兩種都有 或者兩者都有 有些留下來了 有些留下來了 有些人回去了 有些人回去了 我們說那些回去又怎樣 我們說那些回去又怎樣呢 他信主了 他信主了 也接受聖靈的教官 也接受聖靈的教官 他們回去就靜悄悄地過日子嗎 他不是回到靜悄中過日子呢 好像中國大陸流行的躺平啊 是不是回中國大陸流行的躺平呢 英文很早就把信徒叫做躺平的基督徒 英文很早就已經講 什麼信徒叫躺平的基督徒 就是長大了 是站著講的 即是都講到的 你站著講的 他們都是lay people 全部都是lay people 所以信徒都是躺下來的 所以信徒都是躺下來的 你們做得出來是很客氣的 其實你們真的 他們都躺在椅子上 他們已經很客氣了 你們已經可以大不了了 他們就躺在椅子上 所以五星節回去的人就躺平了嗎 五星節回去的人就躺平了嗎 五星節那些回去的人躺平 如果不是躺平的呢 如果不是躺平的呢 他們就開始聚會了 他們就開始聚會了 就開始有教會了 就開始有教會了 開始有教會了 到我寫羅馬書的時候 他寫羅馬書的時候 他從哥林多寫的 他在哥林多寫的 大概公元五十幾年 大概公元五十幾年 他寫羅馬書的時候還沒去羅馬 他寫羅馬書的時候還沒去羅馬 那邊已經有教會了 那裡已經有教會了 而且是家庭教會 現在是家庭教會 對 它在一家一家問候 所以一家一家這樣了 那請問普洛馬教會誰建立的 請問那些教會是誰建立的 寶羅馬書沒有去羅馬 當然不是寶羅了 對不起好像沒有用他的麥克風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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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老婆說我講話都是聲音吞到肚子裡去 我老婆說我聲音好像聽到頭一樣 常常讓我悔改 整天都叫我悔改 總而言之羅馬教會不是保羅建立的 總而言之羅馬教會不是保留建立的 那彼得建立的嗎 是不是比特建立的呢 也不是 比特後來是要羅馬殉道的 是 後來比特在羅馬殉道 是後來好幾年以後的 是幾年之後的事 換句話來說保羅寫羅馬書的時候 據我們所知 沒有任何一個使徒去過羅馬 沒有任何一個使徒去過羅馬 這教會怎麼建立的 教會怎麼建立的呢 就是五旬節從羅馬來又回羅馬的猶太人 就是五旬節從羅馬來到之後又回到羅馬的猶太人 這是因為羅馬書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是因為羅馬書我們知道這件事 那在兩河流域那邊猶太人區有很早的教會 在兩河流域那邊猶太人去很早有教會 最早的教會誰建立的 最早的教會是誰建立的 很可能也是一樣五旬節的 很可能都是五旬節的 當然後來十二十多年 十二十多年一半都去了兩河流域黑海邊上等等 十二使徒去了兩岸的流域黑海那邊等等 所以總而言之 喬居地最早 喬居地最早的教會都是五旬節去的 所以總而言之 喬居地那些人回去都是五旬節開始的 下一章 下一章 到了公元一百年左右 去到公元一百年左右 最早的教會 最早的教會 都是在猶太人的區域建的 都是在猶太人區域建立的 就是說什麼地方有最早的教會 另外一個地圖 另外一個地圖 公元一百年什麼地方有猶太人 公元一百年什麼地方有猶太人 如果猶太人夠多的話 當地就有會堂 那裡就會有會堂 兩個地圖一跌起來 兩個地圖一跌完全重跌 換作說沒有足夠的猶太人 如果沒有會堂 那邊就沒有教會 所有有教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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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很多猶太人地方的 都是有很多猶太人的地方 為什麼呢 像保羅 好像保羅 他是外邦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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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到一個城市 他每到一個城市 第一站 總是猶太人會堂 總是去猶太會堂 幹嘛 為什麼 他去拉羊的 他去拉羊 把會堂裡面的羊拉一堆出來了 把會堂裡面一大堆羊拉出來 當時猶太人的會堂 那時候猶太的會堂 他們很客氣 他們很客氣 外來的猶太人 暗亂的猶太人 而且那個 保羅一看起來就像個拉白 拉白那位拉比 看來 保羅就像個拉比 老兄 跟我們講幾句話吧 喂 老兄請你進來 跟我們講幾句 好不客氣 就講一篇道 保羅就好客氣 你講道 台灣就帶走一批人 講完就帶走一批人 那我們今天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指堂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指堂 有沒有搞錯 他是到猶太教裡面去拉基督徒出來的 他又到猶太教裡面去拉人出來 你不能到別的教會去拉羊出來 真的叫做人 人來的教會搶羊拉羊 不行 他拉出什麼人來 他拉的是什麼人呢 教會裡面的猶太信徒 是教會裡面的猶太信徒 很多猶太信徒是非常淨淺 有很多猶太信徒很敬虔 到那個時候為止 不知道耶穌就是那個彌賽亞 但到那個時候為止 他們都不知道耶穌是彌賽亞 一旦搞清楚 一旦搞清楚 他當長老都沒問題了 他當長老都沒問題了 像哥林多教會 好像江林多教會 保羅去了 沒有下去了 他在哥林多前書就說了 他在哥林多前書就這樣說 我在這邊待了一年半 我在這裡已經留下了一年半 好像沒有跟幾個人施洗 好像都沒有跟幾個人來受洗 這個跟那個 數得出這個跟那個 你去查那個受洗的人是誰 你查一查哪幾個人是他師傅 哥林多會堂的 管會堂的 是哥林多會堂 管會堂的 那就是幾乎像把穆斯拉出來 有不得 基本上就去別人那裡 把穆斯洛拉出來 那那個管會堂的 管會堂的 肯定是那個會堂最盡錢的 可能是那個會堂 肯定是最盡錢的 那他們當長老的 那不買就是長老 拉出來就可以當哥林多教會長老了 拉出來就可以當哥林多教會長老了 拉出來就去了做哥林多的教會長老 所以很多人說 初期教會 那三千人一迅速就受洗了 很多人就說 初期教會三千人馬上就受洗了 為什麼今天教會還要受洗 班搞三個月才受洗 那為什麼今天那些受洗班要搞三個月才受洗呢 所以有些人說 有些人就說 哎呀不要拖那麼久了 不要拖那麼久了 一舉手 一舉手 立刻下水 立刻下水 就跟下餃子一樣 就好像放湯煮餃子 教會一堆的餛飩跟水餃 教會又有一大堆雲吞又有一大堆水餃 受過洗 做過洗的 但是什麼都搞不懂 不過什麼都不懂 我叫做受過洗的非基督徒 這些叫受洗的非基督徒 但他們自稱我是效法初期教會的做法 他自稱我是效法初期教會的做法 你有沒有搞錯 那些猶太人 那些猶太人 六歲男孩子六歲就要讀摩西律法 六歲男孩子就讀摩西律法 他們已經受過十幾年的受洗班 他已經上了十幾年的受洗班 聖經滾瓜爛熟 聖經滾瓜爛熟 只是不知道耶穌就是彌撒亞 只是不知道耶穌是彌撒亞 這點一通當然可以下水 這點一通當然可以下水 現在我們華人教會 我們現在華人教會 我們中間大概沒有幾個 只有後排有幾個 中國大陸來的 我們當中可能沒有幾個 只有後排幾個中國大陸來的 我們在美國很多信主都是中國大陸來的 我們美國很多信主都是中國大陸來的 從小吃共產黨的奶水長大的 從小喝共產黨的奶水長大的 是無神潤者 是無神潤者來的 他一信主就下水 他一信主就下水 怎麼可能 上六個月都太短了一點 上六個月都太短了 我的教會在美國波士頓 我在美國波士頓 惡名昭彰 惡名千章 人家說莊牧師是替天堂把門的 莊牧師是替天堂把門的 人家要進天堂 他不讓人家進去 人家要進去天堂 他不讓人家進去 他不讓人進去的 我第一個 基藥信仰班 我第一個 信仰班 三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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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次 十四次 缺課三次 重來 徒學三次 再重頭讀過 通過了再上受洗班 通過了再上受洗班 又十四周 又是十四周 缺課三次 重來 又徒學三次又重來 對我人兩年都上不了班 有些人兩年都上不了班 不及格 有一個人忍不住了 有一個人忍不住了 憋不住了 他不及格尾教會去受洗 他不及格尼教會去受洗 受洗後回來領聖餐 受洗後回來領聖餐 他說幹什麼 我說你幹什麼 我們教會的餅比較好吃 我們教會的餅比較好吃 那個杯比較好喝 我們的杯好喝 你在那裡受洗就在那裡參加聖餐 他在我教會一直沒有辦法受洗 但是一直在我們的教會沒有辦法受洗 他說為什麼要上這麼多課 為什麼要上這麼多課 我說不是上課的問題 我說不是上課的問題 如果你上這種班 都愛上不上的 連這些班都愛上不上 就憑這一點 你就不是耶穌基督的門徒了 就憑這一點 你都不是耶穌基督的門徒了 你要參加受洗班 認真一點 你參加受洗班 你一定要認真一點 說今天早上 禮拜天要來職會 跟老婆吵架 心情不好就不來了 缺課一次 我今天雪下好大 我今天雪下好大 我們全教會都來了 只有你一個人沒來 全教會都來了 只有你一個人沒來 全教會都來了 你有沒有來不了 我們這邊雪下了你家去 全部雪下了你家的門前 我們沒有問題 你為什麼有問題 我們沒有問題 你怎麼有問題 借口 藉口 所以缺課一次 又缺課一次 所以你不能把初期教會的例子 當作通例 大家都要這樣 你不可以把初期教會的歷史作為通例 它有一個背景 它有一個背景 所以 總而言之 初期教會 初期教會 建立在猶太區 建立在猶太區 第二世紀開始 第二世紀開始 所以慢慢廣傳了 慢慢福音廣傳 慢慢在猶太人不多的地方 也開始有教會 慢慢在猶太人不多的地方都有教會 也就是說 初期的教會 就是最早的 我們所謂的善聚宣教 所以說最初期的教會 就是我們所說的善聚教會 下一章 下一章 那些猶太人 那些猶太人 住在外面的所謂的僑居地或善居之地 住在外面叫僑居地或善聚地 一般猶太人都懂三種以上的語言 一般猶太人都懂三種語言 第一種語言 希臘文 第一種 希臘文 當時是國際語言 國際語言 連彼得約翰也會講一點點的希臘文 彼得約翰也會講一些希臘文 幹嘛要賣魚 賣魚 他要抓魚的要賣魚 他們是餅夫來的 賣魚 有些外邦人你要跟他講什麼 外邦人跟他們講什麼 他知道用希臘文嗎 用希臘文 用希臘文 一百塊兩百塊 一百塊兩百塊 很懂 但你不能完全不懂 不是很厲害 但也不是完全不懂 第二種語言 是猶太人用的語言 是猶太人有的語言 但是他不是用希伯來語 但也不懂得用希臘的亞蘭語 用希臘的亞蘭語 希臘的亞蘭語 是希臘的亞蘭語 是希臘的亞蘭文 耶穌說的是亞蘭語 那這個亞蘭語從巴勒斯坦 一直到兩河流域 從巴勒斯坦這個亞蘭語 到兩河的兩域 甚至波斯宣教士 在六百年後去長安的時候 甚至波斯宣教士 在六百年之後 帶兩百人去長安的時候 他們在長安講的是 叙利亞語就是亞蘭語 它從波斯來的 是波斯來的 講的不是波斯語 不是波斯語 就是亞蘭語 就是亞蘭語 所以那個警教碑下面寫的名字 警教碑 警教到唐朝有一個警教碑 警教碑 警教碑下面寫了很多人的名字 寫了很多人的名字 都是當時的傳道人的名字 都是當時的傳道人的名字 他不是寫什麼牧師的 不是寫牧師 他寫個生 和尚的意思 寫真人的真字 生下面就是名字 真人的真 跟著下面的名字 下面就寫了一個叙利亞文 下面寫了叙利亞文 中國人不會讀 中國人不會讀 那時候是利馬鬥的時代 那個時代是利馬鬥時代 公元一千六百二十幾年 應該是一千六百二十幾公元前的時代 利馬鬥已經死了 利馬鬥已經死了 就是耶穌會的傳教時代 是耶穌會的傳教時代 他們聽說長安出現一個石碑 他們聽說長安有一個石碑 下面有些字他們讀不懂 他們有些字是讀不懂的 耶穌會人去 耶穌會的人去了 一看 一看 這個是巴多羅馬 這個是巴多羅馬 另外一個是提摩泰 這個是提摩泰 還有雅各 怎麼都是聖經的名字 為什麼全部都是聖經的名字 看頭一看 頭一看 上面一個十字架 下面一個十字架 下面一個佛教的蓮花 下面一個佛教的蓮花 原來這是基督教 原來是基督教 所以基督教在唐朝進入中國的時候 唐朝進入中國的時候 他們用佛教的外衣 他們用佛教的外衣 所以佛教徒以為景教是佛教 所以佛教徒以為景教是佛教 我們今天所留下來的一點點景教的經典 今天留下景教的一些經典 都在佛教圖書館敦煌石窟裡面 都在佛教圖書館敦煌石窟裡面 宋朝刻了一個大藏經 宋朝刻了一個大藏經 是所有當時佛教的經典 都收集起來 當時所有佛教經典都收到那裡了 其中有七篇是我們景教的 其中有七篇是我們景教的 人家佛教為什麼把你收進去 人家佛教為什麼把你收進去 我以為我們也是佛教 他們以為我們都是佛教 這叫做潛伏 這叫潛伏 香港叫什麼 無間道 叫無間道 就是欺騙敵人 欺騙敵人 欺騙他最後 密探 他最後變成那種人 人家以為你是佛教徒 他也好像以為我也是佛教徒 密探欺騙到一個程度 人家以為他都是佛教徒 所以他是用西利亞文 他是用敘利亞文 那在猶太區 從東邊的 密探伯達米亞 在猶太區東邊的密探伯達米亞 你到羅馬 去到羅馬 只要猶太區的會堂 只有猶太區的會堂 他都是用亞蘭文 都是用亞蘭文 所以每個猶太人不管在哪裏都會用 所以每個猶太人去哪裏都用得著這個語言 第三種語言 第三種語言 你在羅馬就講拉丁文 你在羅馬就講拉丁文 你在兩河流域 那邊東邊 兩河流域 密探伯達米亞那裏 那邊的猶太人會講什麽話 你在兩河流域 密探伯達米亞那邊 那邊的猶太人講什麽話 他會講希拉文 講序利亞文 再加上當地的語言 他會講希臘文 聖利亞蘭文 還有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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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要跟當地人傳福音 一點問題都沒有 所以要跟當地人講福音 一點問題都沒有 耶穌十二個門徒 其中有將近一半 其中有一半 都是到密探伯達米亞和黑海附近的猶太區 都是去到密探伯達米亞和黑海附近猶太區 好像是做跨文化宣教 好像是做跨文化宣教 其實他是跨國 但他們是講序利亞語 就是亞蘭語 其實是跨國的 但他們是講序利亞語 就是阿拉文 這些使徒只去猶太人會堂 這些使徒只去猶太人會堂 他沒有跟當地人傳福音 他們沒有跟當地人傳福音 因為說加利利的漁夫 他不會講當地的話 加利利的漁夫 不會講當地話 但是他可以跟會堂的猶太人傳福音 但他可以幫會堂的猶太人講福音 所以使徒行轉安提亞教會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所以使徒行轉安提亞教會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那些人去了安提亞 那些人去到安提亞 有猶太人 可是也有別的地方的人 也有來自其他地方的人 我們看下一張 那當地的人有講希臘文 那裡的人有講希臘文 所以那些信徒到那裡 就跟所有會懂希臘文人傳福音 所以那些信徒到那裡 就跟所有會講希臘文的人傳福音 所以他可以用亞蘭文跟猶太人傳福音 他可以用亞蘭文跟猶太人傳福音 他可以用希臘文跟任何懂希臘文傳福音 可以用希臘文跟任何懂希臘文的人傳福音 但是跟安提亞、叙利亞其他人傳福音的話 但是要跟安提亞、叙利亞其他人傳福音的話 可能要當地的人 一定要用當地的人 但是安提亞簡單 安提亞就是希臘亞 當地人講的就是亞蘭文 那裡講的話是亞蘭文 所以使徒任何一個人去都可以跟當地人傳福音 所以使徒去到安提亞 跟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傳福音 但是由北非到安提亞做生意的人 但是由北非到安提亞做生意的人 如果他不是猶太人 他不一定會講亞蘭語 但是他會講希臘文 但是又會講希臘文 所以為什麼安提亞教會成立的時候 就是多種族的 就是解釋為什麼安提亞教會成立的時候 是多種語言 這個地圖你就看到 那些猶太人從哪裡來 那些猶太人從哪裡來 到耶路撒冷朝聖 全部去到耶路撒冷朝聖 從東到西、從北到南 東到西、北到南 東邊你就注意看 東邊是 最中間那個帕迪亞 最中間帕迪亞 帕迪亞就是當時的波斯帝國 叫做帕迪亞帝國 當時的波斯帝國 帕迪亞帝國 然後宜蘭 宜蘭 那邊的人也是波斯版圖裡面 不過是另外一個種族 宜蘭那裡就是波斯版圖另一個種族 北邊的人叫馬戴 北非馬戴 馬戴今天叫庫特族 馬戴 庫特 庫特族 庫特族現在是被土耳其 被伊朗到處在那邊追殺的 沒有家沒有國的 那個庫特 他是土耳其 被伊斯朗、伊拉、伊拉克 全部追殺的 現在兩三千萬人 就是馬戴人 現在有兩千萬人是馬戴人 然後就不會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念 此都行 那些國家的人 其他普遍就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 使徒行轉有記載的 下一張地圖 那就是初期教會的哪裡 這個就是初期教會 到公元一百年為止 到公元一百年為止 所有黃色的地區就是有教會的地方 所有黃色就是有教會的地區 有紅色的十字架 那是主要的教會的核心點 有十字架 紅色的那些是主要教會的核心點 所有這些都是有猶太會堂的地方 所有這些都是有猶太會堂的地方 下一張 下一張 因此我們一直提到這個字叫善聚宣教 因為我們提到善聚宣教 下一張 下一張 就比較什麼是傳統的宣教 什麼是善聚宣教 什麼叫善聚宣教 普通的宣教是從這裡到那裡 普通的宣教是這裡到那裡 從本地到全球 我們從香港派宣教士去非洲 我們從香港派宣教士去非洲 就是傳統宣教 善聚宣教 善聚宣教 全球加本地 創造一個新字叫做Gloco 我除了一個新字叫Gloco 你用電腦Gloco 它用紅字 錯了 沒有這個字 你搜一下字 紅色沒有這個字 這是我們基督教創造新的字 Global加Loco Global加Loco 就是Gloco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就在香港 你在香港 跟尼泊爾來的老公傳福音 你跟來自尼泊爾的老公說福音 就是本地跨文化 本地跨文化 跟本地有很多印尼的女傭 本地有很多印容 所以我們在香港有一大堆各國的人 香港一大堆來自各國的人 這種宣教叫做散聚宣教 我們中國人沒有散 但是尼泊爾人、印尼人他們是散過來的 那尼泊爾人、印尼人就散過來了 下一張呢 傳統宣教有本地的宣教跟國外宣教 傳統地有本地和國外宣教 本地的我們叫做福音事工 本地叫福音事工 到國外宣教 國外宣教 但是尚去宣教呢 那就是在家門口就可以跨文化 最宣教最厲害了 在家門口就可以跨文化宣教 下一張 我們通常可以談到 我們有兩種使命 一種是傳福音的福音使命 還有做什麼扶貧、醫療各種 叫做文化使命 我們通常有兩種使命 就是福音使命、文化使命 還有我們要做宣教、醫療 很多這些社會的使命 然後再討論 要做這個還是做那個 那我要討論 要做這個還是做這個呢 散聚宣教 一定兩個要一起做 散聚宣教 就是兩樣都做 譬如有印尼女佣 有印尼女佣 你要跟她傳福音 你就不是只是跟她講福音 不是只講福音 可能她有些生活上的困難 你要幫助她 她生活上都有困難 你幫她 她被她的僱主欺負 她被僱主欺負 你要幫助她 你又幫她 我們台灣 台灣 就有人用印尼女佣 就有人用印尼佣 強迫她吃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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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不要吃 你一人吃豬肉 要不就不要吃 所以印尼女佣被欺負 印尼就被欺負了 有些人哭哭啼啼的 後來就信耶穌了 有些人哭哭哭 就信耶穌了 哭一哭就信耶穌 有那麼簡單嗎 哭哭就信耶穌 那麼簡單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但這是個起點 這是個起點 有個女佣哭哭哭 哭到半夜 夢見耶穌了 有個不斷哭不斷哭的女佣 半夜就夢到耶穌了 果然經有耶穌 果然經有耶穌 我每個人全身光亮 告訴她不要哭 我就是耶穌 我就是耶穌 阿拉伯語 耶穌就是耶穌 Messiah就是Messiah 你聽到那些讀音 就是他們那種話的耶穌和默塞亞 你知道我 古人經有 但是你不知道我做什麼的 明天早上到你的巷口 就有一個有十字架的房子 你到那邊去 他們會告訴你關於我的事 明天你去到街口那裡 今天有個十字架 你進去 那邊有人就告訴你 我做什麼 因為我早上 天天早上放假 他到那個教堂門口 他不敢進去了 那我印容星人入房間 走到那個教堂門口 他不敢進去 他們講中國話 我又聽不懂 他們講了一些中國話 他又跟我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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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啊 那怎麼講 他沒有進去過 又沒有進去過教堂 門口發秩序單的招待 就有一個跑出來了 那門口有一個跑出來發傳單的指導 一個指導 印尼話跟他講話 喂 你在幹什麼 用印尼話跟他講 喂 你來這裡幹什麼 怎麼有個中國人會講印尼話 然後他問 為什麼有個中國人講印尼話 剛好那個禮拜輪到他做招待 剛剛那個禮拜輪到他做招待 他一看就知道那個印尼女傭 一仔就知道你是印尾 那個樣子 那樣子 那個樣子 黑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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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跟他講話 那女傭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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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來 今天晚上耶穌要我來的 他昨晚發夢耶穌叫我來 他說 這個房子裡面的人會跟我講耶穌 他說這間屋裡面的地方的人會跟我講耶穌 那個姐妹說 跟我來 好 跟我來 我做翻譯 我做翻譯 就跟虎姐妹一樣 就好像我這樣了 他就陪他做禮拜 就陪著他一起送班 一個月以後那個印尼女傭就信主了 一個月之後那個印尼就信主了 你不做神都開始先做了 你不做神都要急著做了 所以我們在香港 所以香港 外來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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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什麼人傳福音 這邊都有了 你想和什麼國家人傳福音都有 你不必去印度 這邊印度阿山一大堆 你不用去印度了 這裡會沾山水的大堆 還是有人要去 不過大部分人你沒辦法去 就這裡 你隨便撿 隨便撈都撈一堆的 當然也有人去印尼傳福音 不過這裡你隨便撈到一大堆 我也知道以前在Victoria公園 每個禮拜天 非牢好幾萬喔 非牢 非菲律賓 是在維多利亞公園 一個禮拜都有好幾萬的菲律賓旅用 所以善罪宣教不在遠方就在這裡 所以善罪宣教就不是在遠方 下一張 那以前傳統宣教有誰是拆派的 還有誰是接收的 以前傳統宣教有一方是拆派的 一個是接收的 美國拆派宣教師 我們中國接收 我們中國接收 那現在的善罪不是這樣 什麼叫交戶呢 叫交戶 假如有一個印尼的工人在這裡信主 假如有一個印尼的工人在這裡信主 如果這個人有心 再加上神學訓練 他可以回去做宣教師 跟他同胞傳福音 我在美國波士頓 我們有一堆巴西海歸 我們中國有海歸 海外歸來 我們那邊有很多巴西的海歸 我們那邊有很多巴西海外歸來 美國有二十萬左右巴西的人到美國工作 美國有二十萬左右由巴西來美國工作的人 十萬在波士頓 那他們是天主教背景 他們是天主教背景的 他們是天主教背景的 過去二三十年來 波士頓出現大概兩三百個巴西人的基督教會 有巴西人 很多人都信了 有些甚至受過神學訓練 很多甚至受過神學訓練 去巴西直堂 然後去巴西直堂 所以叫交護 這叫交護 旅士好像他到僑居地來傳福音 他又回家 即是去到僑居地的地方傳福音 然後游到家裡傳福音 所以往往這是一個最好的宣教策略 這是往往最好的宣教策略 叫做余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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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繞過一個圈游回去 我聽過一句話 我都還沒查證是誰講的 我聽過一句話 不過沒有查證 其實是出自誰講的 共產黨說的 因為共產黨講的 從莫斯科到北京最短的路要經過巴里 從莫斯科到北京最短路要經過巴里 你從地理上來看 從莫斯科到北京幹嘛經過巴里 從莫斯科到北京在地理上來講 為什麼要去巴里 別忘記周恩來就是留法的 鄧小平也是留法的 留學法國的 鄧小平也是留學法國的 所以經過巴黎就讀到北京了 巴黎 sorry 是經過巴黎才去北京 不是巴黎 sorry 巴黎 巴黎 所以你就知道 有時候那種余迴的反應是有效的 這樣歸來的方法反應是有效的 下一張 傳統宣教就是說 我去宣教的時候 是不是用文化遺址 傳統的宣教就好像有文化遺跡 還是教會應該本土化呢 還是教會要本土化呢 那散聚宣教的話 如果散聚宣教的話 往往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處境化 是處境化的 當然這個問題 處境化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其實處境化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你要了解的話呢 你去買我的書 買我的書 宣教神學有一張專門講處境化 宣教神學有一張專門講處境化 宣教文化又有另一張專門講處境化 宣教文化又有另一張專門講處境化 善罪宣教就可以說每個信徒都可以參與 善罪宣教就是每個信徒都可以參與的 下一張 因此傳統宣教費用就比較高了 所以傳統宣教費用就高了 善罪宣教經濟負擔比較少 善罪宣教經濟負擔比較少 因為如果我們在香港做自己外勞的工作 如果香港做幾個外勞的工作 你不需要旅費 你不需要旅費 每個人都可以做 很多人都可以做 很多人都可以做 我不太懂怎麼傳福音 最多你是說我不是太懂全福音 沒關係 你只要燒飯就好了 不要緊 你懂煮飯就行了 你燒飯 便能有恩次可以講的配搭起來 你懂煮飯 然後跟其他有恩次全福音的互相配搭就行了 下一張 下一張 有四種的散聚宣教 直的來看一種同文化一種不同文化 直的那條就是同文化和異文化 橫的來講左邊是本地的 橫軸左邊是本地 右邊是遠地 右邊是遠地 四種左上角 左上 僑居地同文化的宣教 僑居地同文化的宣教 譬如馬來西亞華人教會 譬如馬來西亞華人教會 馬來西亞是僑居地 馬來西亞是僑居地 華人 華人 華人像華人 那就是一種 華人就對華人 全世界美國有中國人教會 什麼地方都有 美國有中國人教會 什麼地方都有 所以這個我們很懂 所以這個大家都很懂 右上角 右上方 是外地同文化的自動宣教 外地同文化的這種宣教 那就是說 我們香港派個短宣隊去巴拿馬 向那邊講廣東話的人傳福音 香港派個宣教隊去巴拿馬 和那裡的人來宣教 遠地 遠地 可是同文化 當地的中國人同文化 我們中國教會 大部分的所謂國外宣教 大部分都是這個 大部分都屬於同文化的 我們中國很多教會去到外面 大部分宣教都是同文化的 左下角的 左下 那就是僑居地異文化的 僑居地異文化 一種就是本地的外勞 一些就是本地的外勞 或者假如我們去澳大利亞 假定我們去澳洲 如果我到澳大利亞的時候 我跟澳大利亞 不是中國人 跟澳大利亞人傳福音 例如我去到澳洲 跟澳洲人去傳福音 不是中國人 不是宣教士 那不是宣教士 我移民到澳大利亞 是我移民了去澳洲 我到澳洲 如果跟澳洲的本地人傳福音 如果我去到澳洲 就跟澳洲本土人去傳福音 那就是左下角 就是左下角那個 我在我住的地方 跟我當地的人傳福音 我在美國 如果我在美國的華人教會 向當地的美國人傳福音 如果我在美國的華人教會 向當地的美國人傳福音 那就是左下角這種 就是左下角那種 下一張 左下角這種 左下角這個 就是最受忽視 卻是最有潛力的是這個 這是最被忽視 最有潛力的一種 那右下角的呢 遠方異文化的 遠方異文化的 遠方異文化 這就是傳統的宣教 這就是傳統的宣教 到外國 去外國 用外國的語言 用外國的話 那恐怕只有專家才可以 恐怕只有專家才可以 與大家做不到 你和我大概都不行 這是傳統的宣教 這是傳統的宣教 但左下角的呢 左下角的呢 確實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的 但是大部分的華人教會都沒有做 但大部分的華人教會都沒有做 這個我們需要提醒 這個需要提醒 你從五旬節你就知道 就從五旬節你就知道 那最後下一張 下一張 因此對香港來講 對香港來講呢 香港有可能做的善罪宣教是什麼 香港有可能做的善罪事工是怎樣呢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在香港有各種的外勞 香港很多外勞 印度、孟加拉、尼泊爾 有印度、孟加拉、尼泊爾 可是對於講廣東話的人來講呢 對於講廣東話的人來講呢 中國內地來的同胞 也是屬於一種新來的 其實中國內地的同胞 我們來講都覺得他們新來的 所以這個已經到香港來了 所以進來香港 這是一個傳福音的機會 這是一個傳福音的機會 這叫做善罪宣教 這個就是善罪宣教 下一張 香港也有人跑出去了 香港也有人跑出去了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正想要出去 不知道這裏有沒有人要離開香港呢 不管你是被動的主動的 不管你是被動的主動 假如你無論如何 你真的有可能移民到國外 可能你也有可能移民到國外 我覺得你就像耶路撒冷的信徒 因為斯蒂凡的殉道受逼迫 好像耶路撒冷的基督徒 好像斯蒂凡 他就是受到迫白而殉道 所以只要跑了 跑不跑 所以有些人就跑到安提亞 有些人就逃到安提亞 可是福音就是誰走誰傳 但福音就是隨走隨傳 就傳到安提亞 就傳到安提亞了 假如因為某些原因 你要離開香港 你要有一個意象 可能這是神給我的責任 可能是神給你這個責任 托付或者意象 我無論移民到哪裡去 無論你移民到哪裡 我不但要那個地方同樣是華人傳福音 不單止去到那個地方和華人傳福音 我要考慮怎樣向當地人傳福音 我也要考慮怎樣向當地人傳福音 考慮去英國 去英文 去英文 你說歐洲去基督化很厲害 去基督化 歐洲的基督化很厲害 去基督化 就是基督化的陌落 對 所以怎樣讓歐洲人回到基督耶穌的懷抱 怎樣可以幫歐洲人回到基督耶穌的懷抱 我挑戰溫州人 我挑戰溫州人 你們自稱是中國的猶太人 溫州人自稱是中國的猶太人 我說有本事你就把歐洲拉回來 有本事你們就把歐洲拉回來 歐洲回歸基督就靠你們溫州人了 歐洲回歸基督就靠溫州人了 有這種Gut 有這種Yeah 有這種幹警耶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但你說我英文不夠好 跟英國人傳福音有點難 那我就說我英文一般 很難跟英文的人傳福音 那我不瞭解 但是你兒子可以 我們明白的 不過你兒子可以 你英文不夠好 你兒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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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老爸栽培你的兒子 向英國人傳福音 老爸就跟兒子說 去英國就跟英國人傳福音 至少你要支持他 至少你要支持他 比如說 我就要他繼承我的衣博賺錢 就不會說 你繼承我的衣博賺錢 所以我跟溫州商人說 記得支持你的兒子 在義大利 向義大利人傳福音 這是善罪宣教 這就是善罪宣教 所以不要只是覺得很悲傷 沒有辦法了 只好出去了 所以不要這麼悲傷 沒辦法要出去了 原來又這樣了 那你可能是被迫要出去了 但是你可以把這看為福音的託父和使命 但你都可以看之為福音的託父和使命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我真的有點長氣 我真的有點長氣 我只講一半而已 你講多一半而已 好 我要快馬加編 好 快馬加編 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是十八世紀的 英國 那是一個革命的時代 是革命的時代 為什麼是革命的時代 為什麼是革命的時代 那時候有工業革命 有工業革命 還有民族革命 有民族革命 十八世紀末 有法國大革命 跟美國獨立戰爭 那十八世紀末 有法國大革命 和美國獨立戰爭 第一次有民族政治 第一次有民族的戰爭 還有思想的革命 還有思想上的革命 叫做啟蒙運動 叫做啟蒙運動 所以那個時代 什麼東西都是亂 下一張 所以那時候社會很動盪 當時社會動盪 那工業革命的結果呢 工業革命的結果呢 貧富懸殊 貧富懸殊 勞工很受欺壓 勞工很受欺壓 也是那時候開始有奴隸制度 也是那時候開始奴隸制度 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衛斯里兄弟和懷德菲德 開始福音時工 衛斯里兄弟和懷德菲德 開始福音時工 他們整個英國翻了一個神 將整個英國挽回 你今天說香港好亂喔 今天你說香港好亂 中國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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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教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亂的 像英國十八世紀那麼亂的 沒有一個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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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十八世紀那麼亂 但是衛斯里夫婦 力挽狂難 但是衛斯里夫婦力挽狂難 有一個歷史學家說 有一個歷史學家說 法國大革命的戰爭的戰火 沒有燒到英吉利海峽的對岸 法國大革命的火 沒有燒到英格蘭 即英國那邊 就是John Wesley 射手撐天 就是因為有John Wesley 射手撐天 他的福音運動 是因為他興起的福音運動 下一章 所以因為福音運動的影響 因為福音運動的影響 英國的道德風氣整個社會都改變 英國的道德風氣整個社會都受到改變 下一章 這就是John Wesley 很特別的是 很特別的是 他騎在馬上 他騎馬的 手上拿一本書 他一生據說 騎馬到處講到至少二十五萬英里 他從來不是快馬加鞭從這一站到下一站去講到的 他不是快馬加鞭從這一站到另一站去講到 他常常是古道西方獸馬斷長輪在天涯 古道西方獸馬斷長輪在天涯 他都是騎到慢慢的馬 他慢慢的騎 不然你想想看 他拿書怎麼看 不是 他就在馬背上 悠哉悠哉悠哉 他騎著馬車游哉 一直看 老馬一邊走去一邊看書 他可能是讀聖經 他可能在看聖經 也可能讀別的書 或者看其他的書 他七十多歲以後 他七十多歲以後 怕他騎馬會摔下來 教會怕他再騎法會掉下來 馬在走 他根本就是這樣 讓他走 馬又走 他又這樣打圓 摔下去怎麼辦 跌下來怎麼辦 就給他馬車 就給他馬車 那時候 馬路真的是馬走的路 那時候馬路真的是被馬走的 沒有柏油的 沒有那些泊油路的 就是泥巴的 就是很多泥巴的 一隻馬的腳踩一下就是一個洞 馬一踩下去就一個印了 一個洞子坑坑洞洞 所以馬路就是很多粒粒的洞 還沒有發明橡膠 還沒有發明那些 那些馬車的鱗子就是蜜頭的 那些鱗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的 所以他才是肯定的 你可以想像馬車怎麼走的 你可以想像馬車上 你坐馬車上 咚咚咚咚… 還可以讀書 甚至是寫日記 哇 真的是佩服他 我真的是佔了楊幸衛斯理 馬車上像小圖書館一樣 馬車上好像一個小圖書館 哇 對他我佩服得不得了 後來發現有一點他不如我 后来发现她有一些比不上我 她不是谈恋爱了 她都不懂谈恋爱了 太厉害我赢她了 我这个我叻得她了 我25岁就找到一个很好的太太 我25岁就找到一个娇妻 很好的太太 她连续两次初恋都失败 她两次初恋都失败 40多岁才结婚 40多岁才结婚 结婚 那个老婆除了钱什么都不爱 那个老婆除了钱什么都不喜欢 怎么会娶这种老婆呢 为什么会娶这种老婆呢 这就是保罗所谓的一根刺 这就是保罗所谓的一根刺 这点让我有点安慰 这点我就有点安慰 我别的不如她 其他都不如她强一点点 这点我比她强一点点 她真的是这种我们叫做工作狂的一个人 她真的是一个工作狂 但她活了八十几岁 但她活到八十多岁 八十八岁 她说 我的生命宁可磨损 也不要绣坏了 她说 我的生命宁愿磨损 都不要受坏 下一章 下一章 你看她怎么报道的 你看她怎么报道的 下一章 下一章 她在任何可能的场所 她什么可以的场所 她有时候在一个外面草地上 下面草地 下一章 然后在广场震当中 她站着就讲道 在广场震当中 她站着就讲道 这不知道什么地方 有人说她对面就站着 一个人快被吊死了 死刑犯 这都不知是什么地方 她就跟着人说 她就跟着人说 老兄 你要死了 她就说 老兄 你死了 赶快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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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你死了 不知道去哪里 那上车下去 你想上去还是下落 就这样报道 好像报道 下面那些是观众 看死刑的 下面就是观众看死刑 下一章 下一章 也是 这两章很像 两章不像 在水池编 水池 特别那章更夸张 她站在一个什么大房间里面 这个很大的房间 怕不够高 她不够高 我也不够高 我也不够高 但我还没有这个胆子 但我都没有这么胆 一个大桌子不够高 大桌子不够高 桌子上再摆一个椅子 再摆一张椅子 站在椅子上这样讲到 这样站在椅子上这样讲到 我说你摔下来怎么办 跌下来怎么办 这个人真的是为主拼命摆上 这个真是为主拼命摆上 但是她对后来留下什么贡献 她对后世留下什么的果言 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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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但是不道讲 她不单只是报道家 她也建立教会 她也建立教会 她同时是社会改革家 也是社会改革家 在她当牧师 以及后来她过世以后 她做牧师 过了身之后 英国的监狱制度改变 英国的监狱制度改变了 全世界第一个劳工法 是她那时候建立的 全世界第一个劳工法 是她那时候建立的 她设立很多免费的学校给孤儿 她设立很多免费的学校给孤儿 所以孤儿寡妇被照顾 所以孤儿寡妇有照顾 下一章 现在的小组教会 200年前她已经教了 小组教会的祖师也就是她 小组教会的祖师就是她 她也是最早推动主日学的 她也是最早推动主日学的 她的主日学是礼拜天的学校 其实她的主日学是星期日的教室 学什么 教什么呢 你以为是学圣经吗 你以为是教圣经吗 她是读圣经 她是读圣经 教英文 教英文 她教会95%是文盲 你不识字就不能读圣经 你都不识字怎么读圣经呢 不读圣经竟然没有根基 她要求全教会人都要读圣经 她要求全教会人都要读圣经 那文盲怎么办 那文盲怎么办 有免费的英文课本 有免费英文课本 就是圣经公会发的圣经 就是圣经公会发的圣经 一年级读创世纪 创世纪 最初的时候三五 二年级 出埃及记 最后读完启示录 最后读完启示录 在群旅会的信徒 后来讲英文都是King James Bible的英文 循道卫尼会之后所信徒 全部是King James Bible的 这些落落声的语言 是古典的英文 是古典的英文 所以他创立主义学 所以他创立主义学 所以他不但传福音 他不单止是全福音 他同时有注重到所谓的文化使命 他同时注重所谓文化使命 下一章 就是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 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 下一章 这两个是什么区别 下一章 这两者有什么分别 下一章 所以使命通常是 我传福音令人庆祝 抢救灵魂 下一章 这是关于他的灵性 下一章 他事拯救 他事拯救 就是将来在永恒中得拯救 他事将来在永恒得到拯救 那作为信徒我的角色是什么 作为信徒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称之为祭司性的角色 我们是祭司性的角色 什么意思 祭司是代表百姓向神献祭的 祭司是代表百姓向神献祭的 也代表神向百姓宣告神的话 也代表上帝向百姓宣告神的话 这是传福音 这个就是传福音 所以人人都是祭司 所以人人皆祭司 不是人人都是牧师 不过不是人人都是牧师 人人有传福音的责任 人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我作为牧师 我作为牧师 教会有信徒跟我说 教会有信徒跟我说 不是人人都是祭司吗 牧师不是个个都是祭司吗 我就知道了 来了一个红卫兵 我就知道了 来了一个红卫兵 一个造反派 他意思是说 你是牧师 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人人都是祭司 他就说 你牧师有什么厉害 我们人人都是祭司 你有没有搞错 人人都是祭司 不是人人都是牧师 人人都是祭司 不过不是人人都是牧师 你记得民数记吗 你记得民数记吗 故来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 好 人人都可以当祭司 好像人人都可以当祭司 不是民数记你记得吗 你记得民数记说 那个要搞叛变的 那个 要搞叛变的 要搞叛叛的利未族 利未族那些 他说 为什么只有亚伦后裔可以当祭司 他说 为什么只是亚伦后裔可以当祭司 我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我不行 那叫可拉 他是利未人 不是亚伦后裔 他是利未人 他说 你摩西太专权了 你的摩西太专权了 不是人人都是祭司吗 不是人人都是祭司吗 可拉为什么不能当祭司 为什么可拉又不能当祭司 为什么亚伦后裔可以当祭司 为什么亚伦后裔可以当祭司 后来还有人替可拉当祭司 总之很多人笑死 然后很多人还为了可拉党抱怨 瘟疫杀了两万四千人 那瘟疫杀了两万四千人 不是有点矛盾吗 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人人都是祭司 人人都是祭司 人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但不是人人可以担任 像亚伦那种祭司 所以教会里要记得 所以教会里要记得 不是人人可以做牧师总事 不可以个个都做牧师的 对牧师客气一点 对牧师要客气一点 中国人说的 打狗都要看主人 中国人说的 打狗都要看主人 你们香港人比我还知道 香港人更加懂这一点 回归之前 最后不是习定康是不是 最后一个就是彭定康 他的用人去遛狗 遛了他的狗 他的工人去到放狗 有个路边的香港人 心情不好去踢那只狗 有个心情不好 踢他的狗 他被关了好几个月 你知道吗 坐了几个月牢 你踢谁的狗 香港总督的狗 你都敢踢 你不要忘记 牧师是神的仆人 没有人记得 牧师是神的仆人 有什么事 上帝照着 上帝来管 有什么事 上帝照着牧师 上帝的仆人 是神的仆人 太过分的时候 上帝找你算账 上帝找你算账 罗马书十四章 罗马书十四章 他是神的仆人 所以只有他的主人在 他是神的仆人 自然有仆人 有主人去看着他 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 牧师不是不会犯错的 有时候也该有些管教纠正 都要是管教和纠正 但是你不要太过分 但是大家不要那么过分 大卫都不敢碰扫罗王一根毛 大卫都不敢动扫罗王一根毛 他明明知道耶和华的灵 已经离开扫罗王了 他明明知道耶和华的灵 离开了扫罗王了 大卫说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说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他可以死在敌人手下 他可以死在敌人手上 他会怎么死 会怎么死 但我大卫断不敢伸手杀他 但我大卫断不敢伸手杀他 有时候讲过头 讲过头 他讲了很多东西 讲了制私的角色 下一段 什么叫文化角色 文化使命 我们知道 下一段 先知会责备社会的罪恶 所以约翰卫斯理是这样子 所以 约翰卫斯理 他报道 约翰卫斯理就是报道 他也会说社会上不公平 他就说社会不公平 他会骂那些有钱人 他骂那些有钱人 你怎么可以对劳工是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对劳工是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怎么这样子 然后鼓励教会里面做国会议员 好了 韩教会做国会议员 去立法 立法 所以才有劳工法 所以才有劳工法 卫斯理他又不是国会议员 对了 卫斯理又不是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去立法 国会议员去立法 等等等等 所以 他是两种使命 他两种使命兼顾 好下一章 下一章 最后一章 最后了 有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做Marslow 有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做Marslow 他说人类有五种基本的需要 他说人类有五种基本的需要 从下而上 由下而上 最基本的就是生理的需要 你要吃东西 要满足 你肚子饿的话 你就有需求 对吧 要吃那些基本的需要 等等 生理的需求 如果得到满足 好了 生理的需求也有满足 不愁吃不愁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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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到安全感的需求 不管是工作的安全也好 交通安全 工作 交通 政治的安全 我知道这几年香港的安全感降低很多 我知道这几年香港的安全感降低了 那以前可能都没事 现在有点这个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是社交的需求 下面两个都有 第三个是社交的需求 要有爱 要有爱 需要有一个好像 你知道老人家 你说去移民到外国 他不要 老人家移民和外国 他说不要 这边我很熟悉 这边很熟 有朋友 有朋友 有三姑六婆 有三姑六婆 到那边 那边 没姑没婆的 没姑母婆 我爸爸移民到美国 我爸爸移民了 一年就回来了 一年就回来了 他说在台湾我被摩托车吵死了 在台湾那些摩托车吵死了 在台湾那些摩托车吵死了 搞不好被他撞死了 被人撞死 然后他一年后就回来了 但是他一年就回来了 我到美国 我会孤单寂寞而死 去美国会孤单寂寞而死 他宁可回台湾被摩托车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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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吵死 你到美国 空气好什么都好 住在我大哥家 他说自人离下 他被困在那里 不能出门 不能出门 不能开车 他是瘸子 英文听不懂 英文听不懂 英文什么东西都看不懂 所以社交的需求 如果社交的需求 如果这个都有了再上去 被尊重 英文叫selfestim 就是自尊 绝对被尊重 觉得人家尊重自己 中国人就是要学位 学位 那个什么学校的 连文物师也会 要读一个博士 连牧师也会 要读一个博士学位 被尊重 被尊重 我经常警告姊妹 某一个越黑风高的夜晚 你老公跟你说 你老公跟你说 老婆我还有一个梦 小心一点 处理不好的话 会很麻烦的 处理得不好 你会很麻烦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一定超时间 讲到另外一个问题 再讲下去 又讲了另一个问题 下一段 那好 教会怎么办 如果有生理需求的话 教会 基督徒会提供物质帮助 我们会提供物质帮助 如果他有安全感的需要 我尽可能提供安全感 尽可能提供安全感 关怀 第三个社会需求 我们就有爱 爱 归属感 团契 老人家 就有加勒团契 那如果更高的需求 这是自我价值 我们就要重新建立 自己对神的认识 重新有个人生观 那最高呢 我要有一个梦想 我们基督徒强调说 对神的伪生 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下一张 下一个 严格说起来 下面三个就叫做文化使命 下面那三个就是文化使命 上面两个下一张就是福音使命 上面两个就是福音使命 所以你要看你的对象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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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什么 先从那里开始 由那里开始 不要对所有的人一开口就讲福音 不要对所有的人一开口就讲福音 有时候他没得吃没得穿 他都没得着没得吃 你就拼命跟他讲福音 这叫取高和寡 因为曲高和寡 你没有针对他的需要 你都没有针对他的需要 但是我就算给他下面的这些帮助 但是下面给他这些帮助 这是我们叫做前菜 这叫前菜 这叫前菜 正餐还没有出来 正餐未到 这个有了 他一定往上的 有了下面才会上 到第四个我就开始传福音 到第四个层才会传福音 文化使命做了再往上做 文化使命做好 先做福音使命 很多人说中国大陆那些富二代 很有钱的富二代 中国大陆很多有钱的富二代 你很难跟他传福音 很难跟他传福音 你要吃什么 他说这什么好吃的 什么都说 什么好吃 他不愁吃不愁穿 就是不用怕没东西 他又没有什么安全感的问题 他又没有什么安全感的问题 他又说我爸是李刚 他怎么传福音 怎么传福音给富二代 我的经验告诉我 我经验告诉我 这种人缺什么 这些人缺乏什么 就是第三个 都是一胎化的 都是一胎 照说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都很照顾他 但是他同学同伴 同学同伴 同学同伴 都是一胎化的 全部都是一个孩子 我怕你 他就很有威胁 很有威胁 搞不好被不灵被霸凌 搞不好就霸凌 他同学之间的关系又怪怪的 他又被欺负 又很需要有很好的朋友 教会 如果提供一个很安全的温暖的团契 就抓住他的心 但是这是第三个 福音在后面 还要讲福音 不要停在这里 不要停在这里 但是从这里切入 再往上 所以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 两个不是对立的 所以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 不是对立的 是一起做的 原来卫士尼是最短型的成功模范 是最典型的 所以历史留给我们许多好的教训 所以历史给我们很多好的教训 所以你知道宣教历史 你知道宣教历史 或者再加上一些反省 再加一些反省 我们就能够面对今天我们教会所面对的各种挑战 我们就可以面对今天教会所面对的各种挑战 也知道怎么回应 也都知道怎么回应 好 我就说了 好 我就说到这里了 好 多谢庄牧师 这么精彩的一个